HELLO 大家好 我是某體機 上次介紹的戰雙帕兵斯新手必知攻略後呢 就有很多人來問說 自選S要選誰比較好 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官方是有說要送一隻S級的角色嘛 所以這次我就決定來分享一下推薦名單 也會分析一下各個角色的優缺點 那在影片之前記得先幫我按一下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這遊戲剛開始的話會先給你一個新手保底 也就是40抽中必定會出現一個S角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先去把保底40抽抽完 再來用自選S是會比較好的 這40抽其實也不用另外花錢 就是去破破主線劇情就能夠拿到了 像我現在測試服嘛 破到主線第二章就有抽到 S角亂數了 每個人的狀況可能不太一樣 有的人可能要破到第四章才會拿到 那也是正常的 反正都不用太過擔心 至於為什麼會建議先抽完保底再用自選S呢 主要是因為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 總共分成進攻型輔助型和裝甲型 跟劇造成的傷害屬性不同 還分為物理傷害 火元素 暗元素 雷元素 每個屬性也都會有各所屬的特點 先來說說第一個物理傷害可以說是進攻型類別中最主要的一種輸出傷害 通常是會擔任主要輸出的位置 第二個火元素 這個屬性最特別的就是能夠造成持續性的燃燒傷害 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能無視敵方的護甲喔 第三個暗元素 這個是利用集體內的放射型元素 產生的輻射對敵人造成一個穿透性的傷害 第四個是雷元素 通常可以透過進攻在敵方身上留下愛的印記 雷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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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輔助型的利浮仰光 他算是一個有一定輸出又有治癒能力的角色 但因為他的治癒能力並不比A級的流光還有優秀 輸出也不可能高過進攻型的角色 所以讓他處在有一點點尷尬的位置 不過有些難通過的關卡 倒是可以用這隻角色來闖闖 因為他的自保能力很強 續航力很高 對於新手來說會非常的適合 第二個來看到的是進攻型的李亂術 亂術是一個超高誤傷的進攻型角色 甚至還有強大的範圍技 不過我覺得挺需要一點時間去習慣他的操作的 等練手之後推關卡會推的非常爽快 帶來的打擊感也非常好 尤其是如果你保底抽到了暗能石 自選S就會很推薦選這隻角色了 第三個是進攻型的卡列妮娜 竟然這隻角色的攻擊型態還算是比較獨特的 不但可以用手砲錘擊還可以召喚瞭擊發射激光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火屬性輸出位 只是他皮薄較脆 則會要非常小心 讓你在保底抽到的陽光或是賣衝時 就可以毫無懸念的再自選S選擇這隻角色了 第四個裝卡型的神威暗能 暗能算是一個能當主力也能當附輸出的暗屬性 開啟大家的時候會有霸體效果 還附帶暈眩 是一個蠻值得投資的角色 當你在保底中抽到了亂術時 就會很推薦你選擇這隻角色去做搭配了 第五個裝甲型的七石脈衝 這一個角色最大的優點就是能有效的降低 敵人火屬性的抗性 和靜燃啊搭配在一起 根本就是天作之合啊 因為靜燃打出的傷害就是擁有火屬性的 只是脈衝算是非常依賴著靜燃的輸出的 所以呢如果你在保底中抽到了靜燃 就可以直接將他們配對在一起了 不難發現我都會在隊伍中選擇一隻進攻型的角色 然後再去搭配一隻至少是裝甲型啊 或者是輔助型的角色 讓隊伍能夠取得平衡 當你有這樣的基本概念後啊 就會很好去組建你的隊伍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角色分享啦 相信大家看完應該也會比較有頭緒了 蛤 什麼你說分的太細了 可不可以講簡單一點 好我是覺得呢選角色啊 就跟選老公老婆一樣啦 就看你哪一個最合理的胃口啊 那就選他就對了 像脈衝這麼可愛 怎麼可能忍住不睡 夢中夢到他呢 不然術進了又那麼帥 隨便玩起來也都爽快 所以總結就是呢 如果你有選擇障礙的話 那就直接選擇 竟然吧 因為他是唯一活屬性的主要輸出位 遲早都要練的 練了也絕對不會吃虧 傷害還爆炸高 絕對是你的優質首選 因為你推關卡呢 也會推的非常快 而且他能夠搭配的角色 也很廣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耐心收看 謝謝你們囉 掰掰